即时新闻综合报道,立法院院会今天表决通过废除盟葬委员会组织法,也让盟葬委员会今日正式熄灯,行政院先前已经将盟葬委员会人员分别拨编到陆委会及文化部等单位,并在文化部增设派出单位盟葬文化中心。 综合媒体报道,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人士长池能杰出审时表示,新的行政院组织架构自民国101年1月1日起,配合立法院立法进程及筹备情形陆续实行,部会数目由37个逐步精简称29个,其中以无规划设置盟葬会,而盟葬会裁册后各项业务一性质,将分别移入文化部,陆委会, 及外交部,原额一业务一波比例及限职人员议院调查,将预算原额分别移波陆委会及文化部,并在文化部增设派出单位盟葬文化中心。 民进党立委李俊一指出,因台湾对盟葬关系随时空环境改变,盟葬会应当废除,且国民党执政时,盟葬会就从行政院组织法被拿掉,没修法不正义问题。 时代力量立委林长佐则表示,在撤世卫走向国家的正常化而努力。